拖泊船緩緩前行 將939濟洋及巡防艦推入港邊 仔細看左下角停靠的 就是上回泥沙颱風來時 撞上藍洋艦和淮洋艦的麗娜倫 上一次有一艘高速的客船 有插撞到旁邊的 這一些軍事的船舶 所以我們這次也特別 針對這個事情 也跟港公司也有一起討論過 船身上還能看見一米寬的大洞 工作人員也趕著在旁維修 因為在七月底 中台泥沙十二級的強震風 讓停在基隆港的麗娜倫 纜繩斷裂 一分鐘之內 連撞兩次前方停泊的軍艦 導致麗娜倫前方破了一個大洞 兩艘軍艦也嚴重受損 這次泰利來襲 港兵工作人員不敢大意 才緊急安排船隻保持距離 海防人員拿出鋼纜 牢牢鎖在細船柱上 還在纜繩下方加上木條 這次規劃將麗娜倫 移到東二碼頭 遠離海軍戰艦停泊的 東五碼頭 就怕再次發生意外 距離足足拉開近450公尺 它是側面收風 所以收風比較大 所以會造成這個 船舶會擠壓碼頭 或者是代理的時候 會把它拉扯 會容易斷裂 重新規劃麗娜倫 跟海軍軍艦停泊位置 基隆港的各種船艦各就各位 就怕大船撞大船的意外 在颱風天再次上演 接著早點龍 知龍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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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